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档节目立足巴黎 面向世界 在节目里我们将为朋友们介绍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大家和他们的作品 同时朋友们还会通过节目认识些杰出艺术评论家及策展人 而他们将从专业的角度为观众朋友们解读所观赏到的艺术作品 在每期节目的最后 我们将向朋友们提供最前沿的艺术展览讯息及艺术市场的行情 好了 朋友们 现在就请随着我们的镜头去认识首期节目的艺术家们 我们下期节目的节目 Ziammechel-Otunier是法国当代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 他的作品感性优雅 甚至让人觉得充满了女性的气息 这组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 美得令人悬目的 由玻璃制成的雕塑 是他特地为凡尔赛宫皇家花园格罗夫水剧场设计的 这是被凡尔赛宫永久展出的第一件当代艺术作品 也是三百年代第一件被永久入园的雕塑 七岁的一天 Ziammechel跟着父母去巴黎的蓬比度中心观赏画展 当杜尚的作品展现在他眼前的时候 就像出了电 他如痴如醉 且不可思议地就在那个当下 他就立志要做一个杰出的艺术家 他说 艺术家的世界如此令人神望 那你有完全的自由 让我着迷 想投身其中 从那以后他执于此面 倾注热情 不懈努力 多年后天道酬情 终于化解成蝶 四十五岁的时候 他已向世人呈现了一批批 令人叹为观止的 巴洛克式的 带着梦幻色彩的艺术品 流光溢彩的夸张的项链 简单却精细的雕塑 展现现实想象 象征三度空间的套索淡然 透明玻璃珠串联的拉光节 他尤其以迷惑人的玻璃器物雕刻 及装置艺术著名 多元性的物体 雕刻成为大串的珠宝项链 珠镍 建筑等等 充满超现实意见的物体 安置在玻璃橱柜中 再透过下面镜子 解释隐藏的真相 及美感 在创作中 艺术家经常跨领域地 与专家们合作 他喜欢实验不同素材的 创作原料 宛若一位念经术者 一次在意大利的探寻途中 他意外地发现了火山爆发后留下的黑钥匙 一种可以制作天良黑玻璃的原料 从而让他对玻璃艺术 萌生了很大的兴趣 得益于马赛国际 SERA玻璃实验中心工业研究处的帮助 小米希尔以这种素材 创作了一件作品 形状让人联想到意大利的火火山 1993年 小米希尔到威尼斯参观 米哈龙玻璃工作坊 与名玻璃技师会面 观看技师们如魔术石般 把玻璃由液体 魔化式地转换成千姿百态的 五彩斑斓的固体 不久后 他也开始组合建构透明彩绘的玻璃珠 之后 他又与米哈龙玻璃工作坊合作 将造型艺术的行为 委托给有精湛技艺的玻璃技师 开创出一种不同凡响的雕刻装置艺术 小米希尔不断地迎接创作的新挑战 在创作中 他玩味着互补及完整 雕刻与物体 珠宝与建筑 诗意与寓意 梦幻与想象 阴与阳 南与语 而所有这些作品既抽象 却又用物体呈现出一种 不可思议的物理性的诗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一个拥有独特艺术语言的艺术家 他将绘画与表演融于一体 他的作品常常是一幅幅巨幅的壁画 而创作中的舞蹈动作既是他创作的方式 也是他作品的一部分 不断变换的景色 不断变换的画作 仿佛真如艺术家所言 把观者直接带入到一个运动中的宇宙 计算成文封 司令人最值得了 计算是谁? 计算是谁在自己? 计算是谁? 计算是教则 计算是个不同的 õ作者的 计算是 计算是 我认为一切的训练 在训练的训练 我们不知在训练的脏 我们不知的训练 所以是不知的 所以是很重要的 不知的训练 但要不知的训练 要求解决练 要求解决练 要求更多的一刻 是一种重量的速度 是一种重量的 是一种重量的 但是像是一件样的山洋, 比较有种烈异的时间, 但是不会抑制度, 还是在剪刀的地方。 我要把刻刀拌槽, 把一段时间收拾一下, 而且要保持很很穿重。 我觉得, 最重要的, 我在你身上更 reactive的题, 就是重点的一个很穿重。 在那裡 我提到的現代 因為現代是一期的現代 是一期的現代 在那裡 那裡有留意 那裡有留意 是那裡的主意 我 Textning Stadion 文明祥尔的法国摄影艺术家 米歇尔赛邦 犹如一个天赋使命的行者 几十年来 他背着相机帐步天涯 进入山光水色 进入人间悲愁 也进入变幻光影下的城市风貌 米歇尔赛邦特别迷恋光 尤其是天光 他喜欢捕捉不同时辰光影变幻下 城市呈现的不同面貌 他认为或强或弱的光 就像魔术石 能使同样的景物 刹那间变幻出不同的模样 且赋予他们别样的风情 于米歇尔 奇妙的光就恰似天然的调色版 是上帝恩赐给他的最美妙的礼物 他充分利用 并成就了一幅幅 逆人嘖嘖称奇的艺术作品 与米歇尔赛邦 巴尼不仅是生他养他的故乡 也恰似令他心最神秘的女郎 他爱慕他 喜欢拿着相机拍摄他在不同光影 不同时辰的样貌 只要人在巴尼 他绝不在家中虚好半刻时光 他总是带着相机从尼明到黄昏 独自徜徉在街街巷下 记录着他心爱的巴尼的不同时刻的风华 今日 米歇尔已出版了四本巴尼摄影集 在去年六月 他再度在埃瓜画廊 开办了名为巴尼迷人的首都的个人摄影展 他说 我总是压抑不住我的热爱 我想通过照片向人们展示我的爱人 希望人们也爱他 就像我一样 下面的角色 魏独独播主 把乡写在一起 displayed 萱花 他说 有什么 这是 对 有什么 出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此刻不念桃源 以不思苏行 仿佛这就是生活能有的最美的模样 女法艺术家蒋娟安丽 来自中国贵阳 祖籍杭州水乡 是中国当代女性艺术家代表之一 这个心思细腻其风影的女子 心里全是诗 眼里竟是画 而古兹里净土者的满满的 都是令他心最神迷的 锦绣的中国古典文化 他不仅用毛笔画画 也用画笔写诗 他的油画里飘逸着 朦胧的优美的诗意 画作里的人物 几乎全都是古中国的 咸雅温外的女子 她们不仅各个妩媚高姐 且全都仙尘不染 偏偏欲仙 而那些和偶 残枝 仙鹤 庭月 龟阁 山水 一派的清幽绝俗 素月明珍 唯美唯意 有空灵圈涌 她的生花的妙笔 翘如一只长蒿 撑着我们逆行时光 发思旧之忧情 去拥抱早已不服存在的 情怀梦想 去寻试格式梦意的 优雅 画是无声诗 诗是有声画 艺术家贾佳妮 在画里采用了 诗歌的结构方式 在她的构图里 有清晰可变的 诗的节奏与韵律 那些手握和偶残枝 在亭格 持盼 波尖 飘逸而行的诗里 修长而挺拔的生姿 黏着她们手中 与之平行的花枝 组成了一组组 疏密有致 粗浅而易的垂线 而那些美丽的女子的 圆圆的头部 也恰似 一个个与之相应的音符 构成了视觉的韵律感 与艺术家 巴尼这个艺术之都 恰似一汪大洋 而她 就是在那其中 字意畅游的鱼儿 绘画之余 她流连于各种艺术展览 其其然对艺术的再认识 吸取 并调整自己的创作 文化荣幕般的 吸居与行李 并没有让 娟尼改头换面地 生发出一种 迥然不同的 艺术语言 反而更坚定了 她坚持自己的 绘画风格的信念 她说 这是一种决定 一种通晓后的选择 她说 我希望把东方的 丝质感与气韵化出来 我追求细 柔 润如玉的感觉 与气质 走过天涯 去过远方 才发现 那最逆人 魂牵梦影的 依然在哭过 在家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艾德加·德加 是十九世纪中期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 他是一个全能且多产的艺术家 不仅是印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也是绘画艺术家之一 也是绘画艺术史上 承接古典主义绘画 与现实主义绘画的重要人物 同时 他在雕塑、版画、摄影艺术史上 也有非常仍能及的造影 在德加的作品中 有很大一部分是描绘充满动感的赛马和芭蕾舞女 他画笔下的舞者 不是我们通常在明星片上看到 或在舞台上常见的舞蹈者 而是画家自己根据自己的创意创作的 在艺术领域 他是一个巨匠 是十九世纪末的达芬奇 在他的作品中 德加用他一贯的流畅线条和律动的色彩 以及独特的俯瞰视觉和赋予创新的构图 表现了他对光线和运动的理解和诠释 在这些作品中 你看不到人为摆设的姿势 也没有五彩缤纷的色彩 但是却很符合自然常见的朴实和变化 他的作品既传统又现代 但是他特别强调用记忆的方法作画 同时他也强调用严格精细的素描手法 来表现生动的形象 在艺术方法上 他不像摩内那样追求生动的外光 也不是像赛尚那样把块面和体积转化为色彩 他把色彩仅仅看作是从属因素 而凑重于用素描来捕捉动态 用线条来表现芭蕾舞女 以及妇女脱衣洗澡书发等各种动态 1937年 年轻却有名的诗人间作家 Valet怀着崇敬的心情 出版了用德加的作品为素材的一本《鼻开生灭》的书 书中除了德加的素描等作品 Valet还加上与德加的对话 以及他紧扣主题写下的诗作 近期巴尼为这位不朽的艺术家举办了作品回顾展 Vale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凯撒·巴尔达西宁是一位新写实主义雕塑大师 同时也是一位抽象表现主义大师 他用一种全新的雕塑语言 别具匠心地创制出一种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 被誉为现代雕塑的代表人物 凯撒1921年生于法国马赛 早年他曾在一家照相馆做帮工 相馆老板把他送到马赛美术学院读夜宵 教他的脑师曾是罗丹的石匠 也许这就是那个让他日后成为雕塑大师的缘起 他对雕塑产生兴趣 可他又不要走一条寻常路 一方面传统雕塑需要具备铸造条件 而那高昂的价格是当时的他不可其极的 同时凯撒又对机械与金属入了迷 在他眼里现代机械蕴含着一种莫名的诗意美 给他灵感 让他产生艺术创作的冲动 于是他开始试着用金属焊接组合成一件件艺术品 在1954年首次各展中 他向观展者展示了一批精湛的艺术品 渐渐的作品皆由片片的废铁片组合而成 而成就的艺术品既保持材料的美感 又不受材料的限制 这种纯形式美的艺术表现方式 被当时的艺术评论家称之为前卫艺术 出展即让凯撒一举成名 之后他开始用任何一种能够轻易获得的材料做雕塑 1960年 这个天马行空的艺术家在沙龙展时 给观展者带来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 被挤压而成的作品 人们从这些令人脑洞大开的挤压作品中 看到了一种宣言一种新达达主义的兴起 一时间挤压艺术成为了时尚 贵夫人们把收藏的豪车 家传的珠宝拿来请他制作挤压成各类的艺术品 谈到这种技艺 凯撒说本质上他是一个很学院派的雕塑家 这些挤压作品吸引他的地方 使他能够带给凯撒一种全然掌控工具的乐趣 就像人们使用剪刀和锤子一样 在从事挤压艺术创作三年后 凯撒又试图搞人体造型 当他看到工匠进行缩放时 他产生了放大拇指的腻头 想看一看被放大后的皮肤表面的纹路 当然他的探索之路远未到头 这个永远有颗铜心的老丸桶 一刻不停歇的还在寻觅 每年的机械工具展 他都要去试着寻找新工艺新材料 后来他邂逅了又一种材质树质 这是一种从石油中提炼出来的材料 在研究中他发现如果能够放满树质变化的速度 就能够控制它 于是他做了一些拓展作品 通过变化数量增加软体形态 凯撒可以把纸箱 碎布 木条箱子 制成另一种风格的挤牙作品 1970年凯撒回到马赛美术学院任教 1990年他创作的Vilas获奖 并以200万法郎的高价卖出 1997年在日本他获得最高奖 以及60万法郎的税后奖金 并获得可以配国企的专车的荣誉 近期彭比杜展览中心 为这位伟大的雕塑大师举办了回顾展 巴黎将在2018年初在奴夫宫举行 名为La France Vue de la Grande Chècle的展览 雕塑家Benna Winnet的妻子Diane Winnet 将在装饰艺术博物馆展出 他令人期待的珠宝收藏 年初在奴生堡博物馆 将等待丁托涅托的画作展 2017年是艺术市场的丰收年 达芬奇的作品《旧视著》 以创进入的四亿五千零三十万美金的价格售出 在法国加世德与苏士比也是数国累累 瑞士雕塑俱价 贾科梅迪的作品《高大的女子》 以两千四百九十万欧元的价格被拍卖 另一方面 著名的纽约艺术家 Jean-Michel Basque在纽约苏士比破了纪录 而华人艺术家赵无极的画作 在香港受到追捕 法国画家比尔·苏拉基 成为世界上最具价值的艺术家 他的作品达到了六百多万欧元 凯歌高座的艺术市场 怀着乐观的心情 期待着二零一把 这期的巴黎艺术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谢谢您的观看 也希望您能够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与建议 好了 朋友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